最近依能静秦浩一起出席晚会 在晚会上表演了一场夫妻党大风吹 两人在舞台上时不时深情对视 含情默默 要多甜蜜就有多甜蜜 可是给观众喂饱了狗粮 然而这还没有完 演唱结束之后 依能静还专门发了两人的微博 两人在评论区 你一句我一句 简直虐死单身狗 只能说这部狗粮撒的真是彻底啊 还记得依能静曾经在采访中说过 秦浩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当时还有点质疑依能静的话 不过现在看来 秦浩确实是逃不出来了 完全被依能静拿捏了 这样很多人都好奇 依能静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秦浩如此痴迷 要知道在外界看来 依能静除了作 好像就没什么了 记者也曾问过 你这么作 秦浩是怎么忍受得了呢 依能静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说出 我若不作 他必负我 我若不作 他必负 不过我的桌呢 话说回来 多是时候是对我自己的 比如说 我相信 节制才有自由 除了外在很少女 难道我们不能拥有 智慧阅历知性 还有我们的韵味吗 这段话让人听了 忍不住称赞 人间清醒 依能静不光只是嘴上说说 还切实地落实到位 通过对自己的桌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成为了大众公认的 动灵少女 不光在外貌上许胜 在精神方面也是不断地丰富自己 拥有着非常高的情商 从依能静处理婆媳关系中不难看出 大家都知道 婆媳关系非常难处理 依能静却能将其处理得非常好 不仅和婆婆相处融洽 还让婆婆处处护着自己 在一家人一起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不会做饭的婆婆想要展示下厨艺 一般这种情况 儿媳都会顺着婆婆 哪怕是黑暗料理都会议着 而依能静却是拒绝了婆婆 妈你很伟大的 你是个最棒的妈妈 真的 然后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好不 行吗 好 那咱们不吃你的西红柿炒鸡蛋了 依能静撒娇卖萌 一番话 让婆婆听了喜笑颜开 连一旁的情号都被哄开心了 还是老话说得好 撒娇女人最好命啊 在练宗中 依能静也是展示了什么叫撒娇 当时宋雨琪让张继柯吃东西 在遭到拒绝之后 威胁到不吃我走了 张继柯当即说道 那你走吧 不得不说是非常的直男了 而依能静只是花了一种语气 说同样的话 张继柯则是立马很受用的样子 你吃不吃 你先吃 我就让你吃 我不想吃 你不吃我走了 那你走吧 不吃我走了 这样会不好一点 OK 这OK 拿捏男人还得看境界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 同样是作 方式不同 结果也是完全不同 就好比大S跟汪小飞一样 最终作到了离婚 其中印象深刻的一幕 汪小飞为大S准备了一顿大餐 结果吃饭时 就因为汪小飞问了一句 还要吃吗 吃的话我去给你盛饭 大S就发起了火 你还有煮饭吗 还有一丢丢 要吃吗 我盛着你 你为什么那么怕我吃东西 然后我不吃东西 你又一直问我说 要不要吃什么 要不要吃 你把你给我 我这盛汤的 不吃了 不吃了 网友们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 这做法谁受得了 汪小飞也只能顺从地乖乖救下 两人气氛异常尴尬 不得不说 大S的方式太过强势了 大S的作是知识和挑剔 以及对汪小飞的不信任 相比于大S的强势和没事找事的强作 曾经以作引起大家反感的伊能静 瞬间就变得温柔懂事了起来 伊能静的作完全不同于大S 他的作是两个人相互信任与理解 将其当成两人感情的调味剂 完全就是拥有智慧的作精 难怪秦浩会深陷其中 在看了最近新出的恋爱综艺之后 更是被伊能静吸引 除了一眼识破绿茶以外 还传授了不少恋爱小技巧 让人忍不住想说 境界快点出书吧 教教大家如何扣单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并不是一个童话 但是一个很残忍的现实 我相信有很多年轻的女孩说 我为什么要为了她改变 其实有时候不是 是给自己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